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学弟18岁的理查勒伯同样出身名门世家 同样在智力方面天赋异病 两个精英分子在芝加哥大学相识 起初只是做一些学术探讨 慢慢地两个人开始在巨大的优越感中走向极端的狂傲 最终已将一切平庸之辈视为其权柄下宰割之物的两位狂人 决定一起实施一件完美的谋杀案 案件很残忍 但并不完美 1924年的5月22号 一名14岁的芝加哥少年疑似被人绑架 几天后他的尸体在荒郊野外被发现 警方在勘查了抛尸现场以后 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案犯之一的李奥波德 原因是案发现场有一副眼镜 眼镜上的高级脚链全芝加哥只有三个人卖过 而李奥波德就是其中一人 又过了几天 随着调查的深入 其他能够证明李奥波德是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也一一浮出水面 并且另一名案犯勒伯也被牵了出来 一场精心策划过的完美谋杀案就此高破 而接下来另一场真正完美的辩论赛马上就要在法庭上开演 案件在六月上旬的开庭审理之初就已是美国社会的新闻热点 而且随着审理进程的不断推进 整个事件的受关注度还在急剧升温 大部分的美国民众起初都认为 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天资卓越 但毕竟杀了人 应该很快就会被定罪并处以绞刑 可实际上 案件的审理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简单和纯粹 三个月的案件审理 看皮一场情节跌宕起伏的大型戏剧 被告方为了逃脱绞刑 不断派遣各类精英人才上台演出 从绿世界的奇迹工作者到全美知名的青少年专家 再到研究幻想症的精神病医生 各种为被告方开脱的证词源源不断地被提交 金钱和权力所打造的咒语 果然慢慢地撬动了法律的天平 两名被告最终被宣判 终身监禁外加99年有期徒刑 李奥波德和勒伯案 是最早在美国被称为世纪犯罪的重大案件 罪犯之一的勒伯于1936年在狱中被人谋杀 而李奥波德在做了33年老以后 获得了假释 并于1958年正式走出了监狱 后来他在波多黎各的波多黎各大学 担任了数学教授 中其一生共学会了27种语言 他的一生称不上传奇 他能够活下来甚至有点令人不耻 但不可否认 他的故事确实创造了一段很值得拒绝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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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